这四款包 由我们阿宝生产的 也有贵公司西家生产的 也就是说有山寨的 也有原厂的 你们先看一下 仔细的看一下 能不能帮我找出来 哪一款是原厂的 是西家的 应该是这个吧 那你确定 确定了 果不其然 唯一 唯一一款我们阿宝生产的包 被你们给找出来 不可能吧 我用我的人格跟你担保 因为我们的内党跟别人不同 我们里面的内衬是我们自己的 你需要我现在给你划开 让你看一眼吗 敢不敢跟我赌 不需要 你是不是正在为你的那个山寨 里面变化 不是的 因为我非常理解你 我为什么会挑出这款包 是因为你们认为质量最好的 品质最优秀的一定是原厂的包 但是恰恰相反 原厂在质量控制这方面 远远比不上我们的山寨厂 这是实话 我没有任何的辩解 我们 错了就是错了 我们盗版 我们山寨 这是我们的问题 包括我们来应诉和你们 对博公堂 绝对不代表说我们有底气 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没错 不是这样的 而是因为你们告我们的赔偿金额太高了 这款包 你我西家我们都知道 它的成本价是多少 丁先生 我真的希望你能意识到 这个是一种惩罚 如果我们决定不梳理你们的羊包 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上 不是纠点了吗 是值得尊重 我就为了你们最好请了全吧 你们真的要承担你们 应该承担的代价 没问题 以你们的水平 包括西家公司 如果说继续告我们的话 可以把我们告到破产 倒闭 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 我希望你也能想一想 如果我们倒闭了 破产了 你们能得到的赔偿 实际得到的赔偿 能有多少呢 少之甚少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们做过很多辩解 什么客户拿去包 让你们生产 可是万一这客户 突然烧失了 首先我们是为了挽回损失 被迫销售 其次这个合同 这个客户 你一定要问我在哪儿 对吧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因为在中国 在中国 有些时候 只要我们是朋友 是熟人 可能不需要合同 凭着信誉就够了 就可以生长 是一关山寨的信誉 哦 你这句话讽刺得特别好 真的我也特别讨厌 这样子所谓的山寨信誉 我我心悦重复 没话讲 我觉得你虽好别 老土老无一便捷 好 告诉你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解决办法的结果 你要什么 你要玛尼 你的老板 他也需要玛尼 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希望你能把我手上的 这个建议 转交给西家的董事会 这个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阿豹 希望能跟贵公司 西家公司 进行共同合作 和开发中国市场 我们能保证的是 我们的生产线 和我们的工人素质 绝对优越过 现在西家 所有代工厂的一切 我们的质量上 是非常可以保证你们的 其次 西家现在很有名气 在世界上我懂 但是这两年相路不好 在很多海外消费者心里 几乎已经快被遗忘了 这个品牌 它连续亏损了很多年 这个你比我更清楚 一个生产包 香的公司 现在唯一能挣那么点钱 就靠这种打官司 告来告去 那你是不是觉得 它离获者也快不远 可是我觉得 总是我专家里面的提案 并不是我们的自然 这当然不是你的责任 但他们是你的客户 对 你应该为他们着想一下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阿宝集团 代理他们的品牌 并生产和打开 中国市场的销售 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机会 对 确实 但是 我真的认为我老板 他不会考虑这么荒唐的提议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就直说了吧 我们愿意赔 三千万人民币 我们的上线 封顶了 多一分 没有 还有 你可以不把我的提案 交给习家的董事会 但是 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已经用我的手段 和我的方式 把这份提案 递进了习家的董事会 有可能他们现在 已经开始在传阅了 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你我都生活在一个非常透明的空间里 我 我推得我们要善良一下 你选择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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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想到 《长江后浪推前浪》 学期这么厉害 那这都是我爸的意思 看来这事情是有点转机 将低赔偿 力争合作 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看来我们还是因祸得福了 双赢 双赢啊 年轻人的思维 看来真值得我们去学习 不 爸 但这次一定是一个教训 山寨真的不能再做了 不能说让人外国人眼里 中国就是山寨的代名词 多可悲啊 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咱们摆脱山寨 能不能创一个自己的品牌 好吗 儿子开始教训老子了 我没别的意思吧 我只是希望 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罢 就是 我知道 这要看点运气吗 看运气 丁总 多龙先生到了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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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研究了一下 贵公司的体验 那我们可以帮你们转交 可是那个三千万人民币的赔偿 实在太低了 合作是合作 赔偿是赔偿 当然当然 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我也 外加一句 犯错误的人 也绝对不接受任何的敲诈 好的 对啊 再见 再见 再见